2016年10月5日下午 由中和展望基金会和欧华传媒 共同主办的国际研讨会 社会融入及男女平等 在路特丹法律社会援助机构举办 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帮助荷兰更好地建立 与华人群体沟通的渠道 努力为侨胞争取福利 促进华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在发现和展示自我的同时 奉献才华的空间 团结互助 令新老移民畅聚于其 为中和人民提供更多合作和发展的机会 推动多元群体和文化的沟通与互动 主动和市政府保持直接对话 促进新老移民更加融入社会 前来参加研讨会的 有路特丹市政府人员 在和生活数十年的华侨 新来不久的年轻华人 荷兰义务工作者 对中国文化和语言都感兴趣的荷兰友人等 会议开始 在路特丹市政府 阿娜丽丝女士的引导下 大家踊跃发言 一位来自深圳的新移民谈道 随着社会发展 深圳在男女平等方面 已经做得非常好 女性在职场 不但会受到很好的待遇 同时在晋升方面 女性也会得到与男性平等的机会 去完成自我实现的目标 体现社会价值 表达了中国现在社会的状况 一位来自荷兰银行工作的与会者 从不同的角度 介绍了荷兰的社会现状 在各大企业的管理层中 女性还是占少数的 一位荷兰小伙子总结道 无论男女 除了性别的差异 其实更多的是从自身的特点或者优势出发来做出选择 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是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事情 就是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平等的看待 一位在荷兰生活数十年的华侨 也表达了心声 男女真正的差异是自身的心态 强大而良好的心态 是无论男女都应该具备的 来自不同种族背景文化的女士谈到 科技的发展也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男女平等也许与每个民族不同文化 区域不同经济状况 或科技发展差异程度有关 但相同的是 自我发展的权利 男女相互尊重的原则 无论是在社会 职场或者家庭生活中 都是需要大家去彼此帮助 相互理解 共同配合的 毕竟每个人都有他自身的天赋 性别不是问题 文明的社会需要大家共同创造 在荷兰的十万华人群体中 从各个领域都能看见华人的身影 在男女平等这个议题上 华人群体也有自己的声音 中和展望基金会主席安娜女士 在会议当中 用她的语言优势 做了中文荷兰文的现场翻译 使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欧华传媒报道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 你想要做什么 不是说别人说 你是男的你要做这样 你是女的你要做这样 是关于选择 很棒他的中文对吧 我开心了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